上班族体感贫穷 什么自救 三个方法 两个公式 助你选对职业 投资成功 社长聊天是苗董 财经关键是大家好 我是风哥 之前的节目 我们探讨了 上班族体感贫穷的问题 主要原因就是在于 过去这十年 多数时间里面 台湾实质薪资 虽然还是处于增长状态 不过最近三年 我们可以从途中发现 比较多数的时间 是处于负增长的状态 白话来说就是 薪水上涨的速度 追不上物价 导致你领到的薪水 有可能多了一点点 但每次出门购物时 总是觉得 怎么钱花得特别快 那老一辈人就常说 这就是钱变薄了啦 也就是所谓的 体感贫穷 讨论完原因之后 风哥也要帮大家 想想解决的办法 但是在这之前 我们要先来认识一下 未来五到十年 我们所处的大环境下的 两个重要趋势 趋势一是通膨的平均值会拉高 便宜物价不在 虽然过去这一年来的 高通膨率会缓降 但后续还是有很大的几率反弹 通膨的平均值应该会比 2010年到2020年的这个时期还要高 因为这段时期是比较低的 也就是物价会进入一个 长期增长率比较高的时代 这背后反映出三个导音 第一个是逆全球化造成了供应链的重组 中国跟美国在科技与经贸领域的对抗 改变了过去世界是平的的时代下 当时全球性的大规模生产以及运筹的效率 现在可能是比较没办法达到过去的水准了 第二个是地缘政治风险难降温 恐怕会有越来越多的零星冲突对抗 在地缘政治紧张的地区持续上远 这就会导致全球重回80年代的军武竞赛对抗 这会让更多的资源流入军工产业 造成民生产业的资源紧张 第三是高龄少子化越来越严重 光看台湾就知道 我这边就不要再多提统计数据 因为我们之前节目已经秀过好几次 我现在讲我自己的亲身感受 以前我小的时候亲友相聚吃饭 如果大人做一桌 那小孩可能也需要一桌 因为人数是差不多的 但现在亲友吃饭 你可能一整桌才只有一两个小孩 真的是变化很大 年轻劳动力的减少 不管在美国、欧洲、日本或台湾都是共通问题 即便制造业的生产 可以靠机器或AI来降低成本 但服务业的价格膨胀 却是物价很难降的关键 我再举一个例子 大家这一年多来最常抱怨 国旅的价格飙涨很贵 甚至有人开玩笑说 现在没有钱的人是出国玩 有钱才能留在台湾玩 这背后除了疫情解封的因素 更关键的是高龄退休加上年轻劳动力的减少 而且到目前为止台湾服务业是没有开放移工的 也就是俗称的外籍劳工 再加上基本工资连续八年调涨后 物价确实是压不住了 结果就是一次性的总爆发 就是我们这两年看到的情形 未来五到十年的第二个大趋势是 利率回跌有限 恐怕很难回到领域时代 虽然2024年各界都笃定美国会降息 但这波降息的速度跟幅度应该都不会太大 甚至降息的终点也很难再回到过去的领域时期 除非爆发大型的金融危机 也就是说如果只是一般程度的景气衰退 在通宏不可能太低的情况下 利率也很难降到过去的超低水准 就算有也只是短期 因为利率是资本的价格 经历过2010到2020的低利率高成长时代 接下来会进入一段为期不短的资本变贵时代 其实新创产业已经提早好几年 就开始经历筹资不顺的过程 不少知名的新创公司 本来被视为是独角兽 却突然就资本无以为继 营运困难 比如很知名的WeWalk 这是共享办公室公司 另外一家是Convoy 它是互联网货运平台等等 那趋势的背景讲完 简单说我们要面临一个平均通膨率较高 利率又不太低的时代 这反映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是 物价不太便宜而且会定期的上调 另一个是企业雇佣会更加的谨慎 工作机会好像很多 但好工作却不多 因此上班族自救有三个方向建议给大家 第一眼前的薪水很重要 但未来的发展更重要 先投资自己 风哥二十几年前大学刚毕业也是月薪不到三万 普通上班族没有人一开始就能够领高薪 所以选择工作时不要只看现在的薪水多少 要想想你的工作职位或你的职能 因为你可能会换工作 但技能会随着你 你要试着去想 这条延长线会走到哪里 未来可能的发展或收入符合你的期待吗 并且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你需要做什么样的自我投资 投资不光是钱也包括时间 甚至时间比钱更重要 你花一堆钱买书买课程 但不看不学不会让自己变好 就算你不花钱 现在也有很多免费资源可以让你学到保 说真的这个年代比我年轻的时候 免费资源真的多出太多了 不好好利用真的很可惜 第二个是太热门太冷门的产业都不好 钱不是万能 但没钱万万不能 走的方向对 就算选了一条曲折的路 大体上你的收入还是会增加的 不过太热门跟太冷门的产业 我建议最好都避开 太冷门应该就不用特别解释 虽然你很容易变成这个领域的专家 不过以收入来看 太冷门的领域表示市场没有需求 也就没有什么人愿意出价来买你的技能 当然如果你不差钱 人生纯粹以实现自我为目标 那你就不用烦恼这些事 另外一个太热门的产业也不好 因为太热门表示那个方向太明显 竞争者重 除非市场是无限大 否则技能的价值会越贪越薄 如果不是先行者 前面的人吃肉 后面的人恐怕只能喝汤 甚至连汤都没得喝了 第三 及早存钱及早投资 有两个公式要介绍给大家 会影响你的一生是否金钱无余 第一个是储蓄公式 这个很常见但真的很重要 丰哥再提醒一次 收入减储蓄才等于你的支出 每个月先把要存的钱都存起来 不管放在定期定额投资或银行定存 都没关系 有存就很棒 如果你真的是存不了钱的体质 那我劝你 每个月定期扣6%的薪水到 要劳退新智账户 让他帮你存住钱也能帮你做一点投资 至于要不要记账 就看你自己 我认为记账虽然是很好的方法 但像我我自己是不记账的 那并不影响我累积资产 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乱花钱的人 但如果你有乱花钱的体质 那你还是记账比较好一点 第二个是投资公式 资产报酬率 减掉长期平均的通膨率 要大于3% 比较好 简单说 你选择的长期投资工具 不管是什么 必须要能够打败长期通膨 才能确保未来的货币购买力 是不缩水的 简单说 如果通膨率是3% 那么投资工具的报酬率 最好是6%以上 为什么要拉开一定幅度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总体通膨的经济数据 通常被低估 这一点各国都一样 你只要运用统计 自己的技巧就可以让通膨 好像看起来温和一点 因为政府都是怕民怨的 所以你为什么老是觉得 物价涨幅高于统计数字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另一个是未来有不可测风险 基于稳健性格 宁愿多准备一点 好过未来才后悔 那风哥顺便帮大家整理一下 资产翻倍需要的年数 可以让大家速算 这里面有资产报酬率 跟资产翻倍的年数 所以你要用明目的资产报酬率来算 也可以用实质的报酬率 也就是报酬减去通膨 等于实质的报酬率 都可以就是让大家做一个参考 譬如我们刚才讲如果是3% 那你资产翻倍就需要24年 如果你提高到6% 那你资产翻倍只需要12年 那这就给大家一个参考 最后再强调一次翻转体感贫穷 商班族自救的三个方法 第一个眼前的薪水很重要 但未来发展更重要 先投资自己 第二个太热门太冷门的产业 都不是好的选择 第三个 及早存钱及早投资 如果投资成功 时间复利会帮上大忙 就算早期的投资不太成功 也能让你学到很多实物经验 日后你所得变高之后 很容易就能反败为胜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